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潛提的歌其實很代表高雄 那我自己也覺得高雄很代表台灣 一個人看電影睡著 一群人每件事寂寥 他說這是高雄獨有的寂寞味道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請來聊天的朋友呢 是來自台灣的好朋友 來自潛提的鼓手唐軒 大家好 韋弟好 自己拍 對 然後這次的劇院其實很難得 因為就是我們季風呆呢 就是有做了一系列這個巡迴的活動 對 那我們就邀請唐軒呢 來跟我們跑這個巡迴講座行程 對 所以從 冰城到 吉隆坡 然後到 居蘭 然後接下來在新加坡 對 那我覺得唐軒其實是蠻特別 我覺得唐軒算是有遇過的 這個台灣人裡面 就是對新馬很熟悉 然後對新馬也很有熱情的 然後來過馬來西亞很多次 對 那我聽唐軒講過 或是他很早在15年的時候 就來過馬來西亞演出 對 那個時候15年就去了 檳城 然後 吉隆坡還有新加坡三個地方 我真的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第一次去檳城是2015 然後 那時候的行程很緊湊 就是四天三夜 每個城市就是過一個晚上 所以我就用了僅有的 大概兩個小時吧 去遊Georgetown的中心 我覺得他真的好像 很老的那種移民 然後又有華人跟各個族群不同的文化融合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 所以我覺得我那一次非常的印象深刻 對 因為相比起吉隆坡或新加坡可能就比較現代化 然後 因為可能離這個各個中心都很遠 所以有一種好像被時光封存的一個記憶的一個感覺 那個時候就已經有壁畫了 就是那時候壁畫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斑駁 OK 那時候好像是壁畫開始比較紅 然後 剛剛那個檳城的那個旅遊業開始起飛的那個時候 那你對馬來西亞的獨立音樂 有沒有什麼比較相關的一些認識 或者一些特別的看法 最早的時候來 也是當地那時候很辛苦 在推一個獨立音樂的場牌叫動態度 是他們邀請我們來的 然後他們那時候有在辦 然後他們那時候有在辦 以華人音樂為主 當然也有其他馬來人的樂團的音樂節 他們就叫動態度音樂節 我覺得其實馬來西亞 大家對於Indie Music這個概念 在當時還不是很了解 對所以我覺得他們其實是場景的拓荒者 也稱之不上什麼產業化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像是90年代的台灣 大家是為了一些比較小眾的音樂在奮鬥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我其實在馬來西亞的這個過程中 我都滿感動的 所以昨天你跟榮木在冰城的對談裡 我覺得榮木有提到一句話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滿有感觸的 就是他說在馬來西亞 很多創作者到最後都會變成大環境的經營者 對像動態度這個場牌的 算是主力人 然後他們其實以前也是玩音樂起家的 你從喜歡音樂到自己去玩團 然後到你可能會開始想要辦表演 想要提升這個環境 所以可能想問唐軒一些比較個人的部分 就是你在最初最初最初的時候 你是怎麼會就是喜歡上音樂這件事情 是什麼時候讓你覺得好像音樂 對你人生來說是重要的 那個時刻是什麼時候 在台灣有那個羊媽哈 我們小時候就會去上那個工學社 羊媽哈工學社的音樂班 然後我姐姐五歲的時候 我三歲我就跟他一起去 然後去的時候我總是 我媽媽說我總是成為那個現場裡面唱歌 反而唱最大聲的小朋友 對 我記得我也是五歲的時候就開始學鋼琴 然後到高中的時候 十六歲的時候其實就開始學鼓 所以那個時候有搭鼓 但也有彈琴這樣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我就開始聽很多台灣獨立音樂 所以就開始組團 大概契機是這樣子 其實就從小學音樂 然後也發覺自己蠻喜歡音樂的 比如說國中大家在聽 很多華語的流行音樂的時候 我其實就蠻喜歡聽皮頭寺 皮頭寺有一張很經典的 紅色的 the one 精選集 我就買回來聽 狂聽那張專輯這樣 對那專輯是我中學的時候 其實蠻喜歡的專輯 你也知道 okokok 紅色那張 那個字是黃色 對對對就是那張 其實樂團這個概念我記得就是 大概也其實好像也是20年前 才慢慢開始就是浮上台面 我記得那時候可能五月天 好像有四分位 就他們還很年輕很年輕的時候 然後他們還搞了一個運動 類似五四運動這樣子 五四大作戰 其中一屆金曲獎 他們還要就是正備一呼 然後可能說這個樂團的時代來臨了 什麼之類的 那個時候其實是 因為以前還沒有最佳樂團獎 偶像團體跟樂團是可以入圍同一個獎項的 然後那一屆就是全部都是樂團 然後最後得獎的是亂彈樂團 對 對然後亂彈樂團的主唱阿翔 他就到台上說樂團的時代來臨了 是 所以那個應該是你中學的時候對不對 沒有那個是我很小的時候 那應該是我應該才七八歲左右而已 對 我自己沒有目睹那個事件 到了後來聽很多前輩講才知道的事情 所以得說當你開始就是 就是開始我在玩音樂的時候 其實樂團在台灣已經蠻被社會所接受了 舉一個例子是那個樂團的大前輩阿 就是閃靈這個樂團 他那個時候他在海外巡迴 他做了一個世界的巡演 然後他會定期在每一站 就是寫他的巡演日誌 然後報紙會刊登 我們都會在那個辦公室前面 他會有公開的報紙閱讀區 然後我就是一直在報紙上面看到閃靈的巡迴 我大概從中學的時候就一直有吸收到 就是樂團 原來樂團是可以去巡迴 有一個公路之旅 好像很浪漫一樣 對然後到高中開始駐團 對這件事情又更嚮往了 所以因為我是高雄人就是南部人 我16歲高中一年級的時候的暑假 我就自己搭車到了東北角 台灣東北的共寮 然後我就自己去參加那時候 台灣非常具代表性的音樂記 叫共寮海洋音樂記 然後我自己其實是DIY起家 所以我那一趟我就是幫自己規劃 我要住哪裡的青年旅館啊 住在台北 我要火車要怎麼樣才可以搭去共寮 就是我16歲就突然做了這個事情 所以你16歲的其實就已經就是 認真的再去吸收一些不同的多元的音樂的養分 因為你說你聽的音樂的光譜其實蠻寬的 你從Beatles聽到三菱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同風格的東西 對對對就是我回來去玩共寮海洋音樂記 我印象很深刻那個時候盧廣仲 這個歌手剛發第一張專輯 他準備要在海洋音樂記之後 去辦他第一次的三千人演唱會 然後現場就發了很多宣傳的文宣這樣子 就宣傳那一場三千人的演唱會 到現在盧廣仲也變巨星了 他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就給人家感覺還怪怪的 從被公車輾過的天才 用這樣的slogan 對 那個時候我印象蠻深刻的是2008年 哇時間過得真快16年過去了 昨天聽你在槟城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你有一句話重複了非常多次 就是你會說 我是一個來自鄉下的小孩 然後我覺得 昨天在槟城的那個環境角度 有個特別的意味就是 因為高雄嘛 對啊 跟槟城一樣就是曾經是第二大城 然後慢慢變成第三大城 作為在那個 那個氛圍長大的孩子 好像可能對於 外部的世界 不同地方的養分 會有更高的可求 我覺得我在成長的過程中 一直是在拓展自己的事業 我覺得這點真的是很神奇 我甚至不是住在高雄的市區 我是住在高雄的奇山小鎮嘛 住在小鎮裡面其實 家長如果是住在小鎮 你都會比較保守啦 因為其實你也就是一般的家庭 其實身旁的同學沒有家裡是真的特別的大富大貴 我在16歲的時候第一次離開家裡去外面念書 然後這個我要開始自己洗衣服 我要開始自己打理我自己的生活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是一個人生很大的轉變 可是對於15歲15、6歲的孩子來講 你還是離家了 然後去到市區 你就會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當我高中畢業 我到台北 我又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再過了幾年 我大概21、22歲 大學三年級、四年級 我開始有機會出國表演 就透過音樂 我看到世界又不一樣了 然後這個我覺得是我住在奇山的時候 或是國小國中的時候 沒有想過竟然可以看到這麼多的世界 所以我好奇 那在這個移動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孤足嗎 其實都還算有夥伴 對樂團有夥伴一起相互扶持著 所以我覺得身邊的網絡都還算很健全 所以對你來說聽音樂是一個很個人的事情 還是那個時候也是有一群就是音樂的愛好者 我覺得聽音樂對我來講 很多都是群體的經驗 比如說我跟你 我會在10年後發現我們曾經在同一場表演 然後我們會回憶起那一場表演最精華的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樂迷之間 非常神奇的一個連結 原來你也在 這就是音樂竄起人們 我要說的是現場音樂 現場的演出 竄起了我們共同曾經的一個回憶 有幾個印象比較深刻我可以講 比如說我剛到台北的第一個冬天 台北是一個天氣真的比較不好的地方 冬天就很冷 然後就要下雨 高雄南部冬天比較沒有在下雨 所以就是我是念台灣大學 所以我們校園就是騎腳踏車 你冬天就是要撐著雨傘騎著腳踏車 然後去上課 你就會冷到幾乎是很不甘願的起床 然後那個時候我在台北看了一個樂團 台灣的獨立樂團叫透明雜誌 他們發的第一張專輯的發片場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又寒又冷又濕 可是滿場的觀眾大概四五百人 就是大家是很珍惜在一起感受那個現場音樂 所以等於說那個天氣跟那個濕冷 反而讓那個場地跟內部更加溫暖 對 然後我現在很多時候聽到透明雜誌的音樂 我就會想到那一天我那一天真的很冷 所以在馬來西亞就不會有這個經驗 因為我們不會都太熱了這樣 這個我要說我第一次2015來馬來西亞 就是落地落在吉隆坡 我的感想是哇也太悶熱了吧 因為大概是下午兩點左右 然後傍晚之後我的印象是變好涼快 那個就是我藉由來馬來西亞表演 我記得那一天的天氣是怎麼樣 然後我到現在十幾年還記得 我以後也忘不了了 所以那個氣候有覺得有盛進那個淺蹄的音樂裡嗎 因為我聽淺蹄的歌 因為我聽淺蹄的歌 我其實覺得淺蹄的歌好像滿熱帶的 覺得很陽光很溫暖的一種感覺 可以推薦我第一首歌 就是陳提在第一張EP 湯雨海這張EP裡面有一首歌叫高雄 它是在講人們生活在高雄的感受 所以有一句話我印象最深刻 每次都會拿來分享 就是用不上的動作 還是會冷可是一年又沒有幾天 是 我小的時候在台北長大了 對剛剛也要講一下 我覺得跟唐軒聊天很有趣的地方 當然台灣學院來自台灣 所以那感覺很熟悉 可是我覺得我台灣經驗很多時候 其實是在台北 所以有一種跟你聊天有一種 就是好像很熟悉 可是很多觀點又很新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其實這個成長的環境 其實對創作一定是有影響的 因為我發現到說你們在 比如可能宣傳自己介紹自己 我也去聽過你們去年在新加坡的巡迴 你們好像都會強調說你們是來自高雄 介紹一下前提四個人都是高雄人 然後高雄這個地方雖然大家就是講高雄 可是高雄其實是很廣納所有文化的 有山有海有客家的族群 有閩南的族群也有很多原住民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潛提的歌其實很代表高雄 那我自己也覺得高雄很代表台灣 老師剛剛談到藝文工作 所以其實潛提成軍大概四年的時間 沒有 潛提 潛提其實是這樣 從2015大概在伊林從她大學快畢業的時候 伊林就開始寫歌開始做創作開始表演 所以一開始樂團的名字其實是伊林她個人的名字 我是後來才加入潛提的 至於為什麼是潛提呢 這個可以講一下就是潛提的團員 他們也都是我以前就認識很多好朋友 他們在就看了很多歌詞 然後就很喜歡一些英文歌詞裡面有提到shallow這個字 然後shallow shallow那shallow什麼呢 然後後來就用中文的意象想 提防提這個土字旁這個提好像有一種保護的感覺 就是保護海岸 那好像跟潛提的意象 就是我們其實是想要關照這個社會 關懷這個社會 跟保護好像有點關係 所以後來shallow翻譯就是潛嘛 那就會是潛提 對 其實唐軒蠻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剛剛就是上來季風帶 然後你就會看一下架上的書 然後可能抽幾本跟我說這個好看 唐軒對你這個閱讀也是有蠻大的興趣 對 你自己有什麼就是可能在閱讀 對你的音樂創作上有什麼影響嗎 說到閱讀我的母親啊我媽 她從小其實就是我兩三歲 她其實就會從繪本開始一直帶我念那些書 所以我小時候其實是非常喜歡看書的 就好像說過你媽會帶你去認招牌 對…這個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她就是會一個招牌 這邊是冰淇淋 一個是泡沫紅茶 所以我媽是透過生活中的閱讀 然後帶我去認知 我覺得這些教育經驗當然是很特別 但我覺得藉由閱讀培養感受 然後理出一段屬於你自己的概念 我覺得大概就是我對於閱讀這整件事情的理解 有些歌會有意圖要說 或是難以捉摸的揣測 可是你不一樣 不會一樣 在特別喧鬧的時刻 要說什麼 要說什麼 一眨眼 一句話 靜止 可別浪費了春天 回憶馬上就會走 回憶馬上就會走 靜止 靜止 可別浪費了春天 回憶馬上就會走 靜止 下午要不要到青年路走走 鏡頭看得簡直落 和其心願有個人一起撐不開眼 睡眼心送